另外在台北市第三選出的立委戰況也相當的激烈 兩位參選人蔣萬安 吳一農 今天分別掃接敗票 謝謝 感謝 謝謝 感謝 婆婆媽媽們好熱情 大人小孩通通被吸引 水果蒜頭齊祝賀 選戰倒數立委參選人 努力先打響知名度 感謝 感謝 大家好 這次新鮮人掃市場還是有些陌生 幸好有在地議員相陪 要用親民形象加深選民印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妹妹好 我講外面 姜還是勞德辣自己帶著麥克風 熟門熟路 掃市場 完牌幾乎無人不曉 我每次都有來做外面 我來吃兩敗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帥度更高人氣卻未必是票房的保證 因此參選人們動起來 全員出動 搶選票 一開始我就抱持著不敢大意 也不敢掉以輕心的態度 在面對這場選戰 所以我在地方事實上四年來 每一天都不敢鬆懈 選民才是真正的主角 而我的最大咖 就是在地方基層選區的民眾 接下來有更多民進黨的所有的夥伴 跟前輩繼續帶著宜農一起往前走 長期以來我們覺得藍大與綠的板塊 今年絕對可以翻轉 大咖輔選拉台聲勢 北市第三選區雙帥對決戰況激烈 移農知道的就是接下來的七十天 我需要更用功 更努力 更打拚 我們每一天要當三天 五天 十天用 在地生根 扎實的服務問政的成績 那我想跟民眾已經培養一個非常深厚的感情 選戰鬥署區域立委選情緊繃 雙帥廝殺 話題性十足 記得成榮 吳翔三 台北報導